第五點我想講的是 這邊的人超好 我在國內的時候會非常小心 因為國內的話 你知道騙子啊 或者是詐騙很多 你像接電話 或者是老人摔倒 你可能都要注意 然後這邊的話 剛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次想去一個地方 然後我問路 然後有一個老人 當地的老人 他就把我帶到 離我們問路的地方 大概走路五分鐘十分鐘的地方 所以說在國內這個事情應該是發生不了 然後另外有一個很有趣的對比是 我記得當時在廣州的時候 在廣州時候 應該是2009年的時候 然後我去問路 然後問路的話 大家感覺以為我都是要 就我 我當時記得我有拍一個人 拍一個女生的肩膀 然後他一驚 他就趕快把包捂住 所以說在國內的話 別人對你好 或者是別人靠近你的話 你會有一種自然的戒備 但是在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會把這個戒備卸下來 因為這邊的人真的是超好 而且 非常非常的友善 太友善 非常友善 第四點 第四點的話 應該到食物了 這邊的食物 冷食物非常適應不了 然後還有一個是零食 冷食物呢 剛來的話我在一個技術家庭 然後的話 因為中餐是包的 呃 我的技術家庭的女主人的話 給我準備的中餐 是 我當時以為是熱的 因為 剛 剛來這邊不久 然後 中飯到了很餓 然後想吃點熱的 然後把 他準備的打開以後 發現是 一包薯片 還有 兩塊三角形的麵包 中間有夾 應該是夾了火腿 然後 當場就 你知道 非常沒有胃口 但是 還是硬要把它咽下去 因為 畢竟是一餐 呃 零食的話 嗯 零食的話 這邊 種類非常少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辣的 然後 零食的話 這邊基本上都是 餅乾薯片的種類很多 你像 國內的那些 什麼 化煤啊 辣條啊 那些 很小的 雜的那種零食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說 來這邊的話 你知道 很難滿足一個中國味的需求 因為這邊零食太少了 而且 吃的東西慢慢其實說實話 也就習慣了 但是 還是 還是 剛來的時候 那個中國味 還是會作水 第三點 前三 呃 第三點 是看病 看病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在國內看病 有一些經驗 可能 呃 你進醫院 然後你去掛號 你 排一下隊 基本上 等個兩三個小時 都可以見到醫生 呃 如果你去 呃 國內的社區診所的話 可能 當天 打個點滴啊 開個藥啊 基本上 他都會很快給你 嗯 在國外的話 在愛蘭應該是和西方差不多的一個 體系吧 呃 這邊看病的話 你先要看 叫 GP 是應該是全科醫生 然後 嗯 GP 他的 他的作用基本上就是 給你紀錄一下 你有什麼病 如果他可以開的一些 比較簡單的 頭痛 腦熱的 他都會給你開處方 然後 如果你 因為他是全科醫生 如果你是有一些 因為我記得我有去看眼睛 然後 如果是專科的話 假如說看眼睛啊 或者是看一些 婦科啊 或者是看 男性病這一類的話 他可能就會寫一封推薦信 然後 你看完GP以後 這邊GP大概是 50歐到60歐不等 然後 你把那個推薦信的話 你又要再去看 另外一個醫生的醫生 這邊看病的話 會非常麻煩 你不能一次性看到 你想 看 你想 你想看的那個醫生 時間很 時間很長 然後 基本上你拿到GP信的話 你去看病 他也是給你推薦到公共 公共醫院 公共醫院是免費的 等於是第一次GP花完錢以後 公共醫院免費 然後 進公共醫院等的時間 太長了 我記得 就我剛剛講的 我上次眼睛 有 有問題的時候 我有去看 然後基本上 如果你晚到的話 假如說 你不是前十個的話 你會等到很久很久 可能要等到 有時候要等到一天 非常久 另外看病這邊 講一下 這邊的急診 我這邊有幾次 急診的經驗 然後這邊急診更可怕 所以說 在國外的話 千萬不要生病 這邊其實很可怕的地方 我有過幾次經驗 是 當然你第一個這邊 生病的話 你可以去叫救護車 叫救護車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貴 叫救護車這邊的價錢 是100歐元 因為我記得在網上 我有看到 有人寫在 美國叫救護車的話 好像 可能要七八百歐吧 這邊還好 100歐 你 而且你不用先付錢 直接你叫了 車子把你先送去醫院 最後的帳單 是以寄信的方式寄給你 可怕的地方 就是從你剛下救護車 開始到達醫院的時候 因為基本上 大部分人都是去公共醫院嘛 除非你 你知道 有買私人醫院的保險 基本上送到公共醫院以後 你就是一個字 就是等 你一般 你像我們還好 就一般小病的話 假如說你實在實在 很痛很痛很痛的話 只要你不是摔斷脖子 或者是扭斷腳 基本上 你就算到了 醫院的急診室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低個看你 因為 這邊的醫療資源很有限 基本上 你到了以後 你知道 填個表 然後 護士會給你幾片止痛藥 非常 大多數情況下 你吃完止痛藥以後 你大多數的 一些痛啊 去醫院的原因啊 基本上都會被止痛藥壓下來 等你看到醫生的那一刻 可能已經是過了 我有過一天的經歷喔 過了 可能過了一天 或者是等了一天 足足一天 所以說 大家 來這邊 盡量不要生病 因為 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排到第二點 是到現在也 比較困擾我的事情 就是 這邊 週末銀行不上班 然後週末很多 你知道很多 公立的機關都是不上班的 還有的話 就是晚上這邊商店都關門了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上班的 可能 朝九晚五的話 下班的話 回去 可能也就 可能 基本上你回去 只能 只能站到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想去買什麼東西的話 所以說這點非常不方便 沒有像在國內的話 可能晚上 出去逛街的話 都可以逛到很晚 逛到十一點左右 這邊的話大概 這邊週四它有一個例外 我不記得是週三還是週四 但它的例外是 開到 晚上七點半 平時可能六點半吧 可能週四開到七點半或者八點 但是基本上 也還好 也沒有特別 特別久 所以說也是比較煩的一個地方 這邊是Cropan 我要回家了 講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第一點 我覺得 可能來 愛蘭旅遊的 國內的小夥伴們 最不適應的事情 應該是 這邊沒有WeChat 沒有Alipay 沒有支付寶 所以說你來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要準備 現金或者是刷卡 而且這邊 我是當地的銀行 當地的銀行的話 你去很多地方 它都不接收刷卡 刷卡都不會接收 所以說 很麻煩 沒有像在國內那麼方便 只要逼一下 但是 這點我有注意到 中國的勢力 還是慢慢有滲透進來 就是 快支付的 快支付的這個事情 等於是 這邊在 有一條中國街 它叫 Panel Street 它上面有很多中國餐廳 現在已經支持了微信支付 所以說 還不錯 但是這邊 我覺得應該最頭痛的是 你要帶現金 什麼 手機的話 是不可以支付的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如果你有什麼想問的 或者是想了解艾蘭的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拜拜